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混音了布蘭恩的世界 我是Briant 我發現最近我做NFT的一些資訊分享 或是一些主題 大家都滿有興趣的 很多人都留言 然後觀看率也不錯 所以說呢 我就想要定期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NFT或是元宇宙世界的一些新聞快訊 或是發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么距离我上次做无聊猴的影片 大概已经过了两到三周了吧 那这两到三周其实在NFT的世界里面发生了非常多有趣 然后很精彩的事情 那今天的录影时间呢是1月10号2022年 那么为什么我要再度强调今天的录影时间呢 是因为在NFT的世界里面真的是瞬息万变 每一天甚至是每几个小时都有非常大的变化 然后这支影片呢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纯粹是分享我的个人意见以及我收集到的个人资讯 首先第一个要讲的是BAYC 那上次录影的时候 它的地板价其实大概是在64块到65块上下起伏 那当时为什么Born Abe突然涨了这么多 就是因为它超越了这个CryptoPunk 成为第一名的NFT系列 所以说它的价格就开始往上涨 那差不多涨到6465的时候就差不多停在那边 因为光是这个新闻就已经让它涨了 差不多六七块的地板价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但是呢从我上次影片做完之后呢 它的地板价居然就继续往上成长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阿姆在1月1号 大家还记得阿姆是谁吗 就是美国饶舌界的大前辈阿姆M&M 他终于呢在1月1号的时候 然后买下了一只猴子 据网路上的消息是说他之所以买这只猴子的原因 是因为这只猴子跟他的平常的穿搭非常的像 首先呢先看到这只猴子是一只白皮肤的猴子 白皮肤的猴子其实在正常肤色的猴子当中 白皮肤算是比较稀有比较少见的 这个帽子他很常戴这种类型的帽子 所以说真的是跟他有一点像 然后再来身上他所穿的这件金色的衣服呢 其实他的名字就叫做hiphop 那跟他平常穿的一些夹克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项链或什么的整体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像的 那自从他买了这只猴子之后 大概过了几个小时 这个效应就开始发酵了 猴子的地板价就开始暴涨 到了今天竟然到了77.77块 竟然让猴子直接涨了十几块的地板价 真的非常的离谱 他地板价已经超越CryptoPunk蛮多的 然后已经坐稳了这个宝座 正式成为了世界第一 那在这边也真的见识到我们阿姆的影响力相当之大 再来关于BAYC的第二个消息呢 就是周杰伦他在最近也买下了他的人生中的第一只猴子 那他这只猴子呢是跟马吉大哥所买来的 这只猴子比较特别的一些象征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钻石的牙齿 这个钻石的牙齿在BAYC的世界里面是一个蛮热门 然后蛮有关注度的一个形象 然后配上他这个粉红色的皮肤 就是颜色非常的显眼 然后配上这个深橘色的Background 我觉得整体很和谐 那也据说呢周杰伦之后会想要购入更多猴子 我们就一起敬请期待 好,那讲到周杰伦呢 我们就不能不提他在元旦的时候所发售的 他的NFT系列叫做Fenta Bear 这个Fenta Bear呢就是Fantasy Bear的意思 大家知道他的潮牌,他的潮店叫Fantasy吗 周杰伦当时发售这个Fenta Bear 它的起始发售价是0.26的ETH 那换算当时的汇率大概是1000块美金左右 所以大概是27,28左右 他在40分钟内就完售了 依照这个整体计算 他在40分钟内就赚进了2.7亿新台币 哇,真的很爽 跟真的是1月1号的大礼物 如果哪一天我出NFT也可以这样卖得这么好就好 虽然他在40分钟内就卖完了 但是一开始这个Fenta Bear 其实他的地板价没有马上往上涨 他卡在0.3左右 大概卡了一两天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系列可能 就虽然有周杰伦的这个名气加持 可能会卡在0.5左右 就是他只会很缓慢很缓慢的上涨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慢慢的挑 因为我个人并没有把这个系列当作投资的产品 我就是因为我从小 从小学开始就是超级周杰伦的粉丝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一支 因为日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歌迷界面会或是特殊的衣服 或许会透过这个系列做发售 所以说我觉得身为周杰伦的超级粉丝 我一定要购入一支他的这个熊 但因为他卡在0.3这边我就没有非常着急 我就想说我慢慢挑就好 慢慢走慢慢看说不定还可以捡到便宜 没想到他在1月3号的时候呢 他正式在他的IG上发了动态 然后将他的大头贴改成了Fentabear 那就是爆炸头 然后穿着Fentasy的球衣 手拿着摘下来的篮筐 然后拿着篮球 那这一支Fentabear呢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看 加上他后面的那个背景 那这支Fentabear一换上去之后呢 当然他的效应就来了 开始这个熊呢就开始 诶 涨的速度非常快哦 一路暴涨 涨到了3.5块左右 那好险我是在他发了这个动态 两小时的时候 我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就赶快不犹豫 挑选了一支我喜欢的 赶快入手 那当时我入手的时候 地板加大概是0.7块 已经从0.3涨到0.7 已经涨了一倍了 然后我挑选了一支 相对比较稀有的一个服装 那这个糖妆 他手上拿着麦克风 橘色背景 我觉得整体来说蛮和谐蛮可爱的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造型 当时地板价0.7我花了1块的以太币 买下他 那其实那时候我还在担心 我是不是买高了 但是走到了今天事实证明 还好我当时有买 刚刚就讲到周杰鲁换上大头铁之后 他的Fenta Bear就一路开始涨 那涨到了3.5块左右呢 就稍微停滞了一下 其实从0.3涨到3.5 已经涨了十倍了耶 十倍多真的很夸张 但是我就想说我怎么没有多买几支 当时就是不够相信周杰鲁的力量 然后不够相信他的影响力 所以说这个算是我错估了 那到了1月8号呢 Fenta Bear再次迎接了 他的第二次爆冲 1月8号到1月9号之间呢 他冲到了8点多块以太币的地板价 非常非常非常的离谱 没想到一路涨到了8块 那涨到了8块的时候 其实他的议价倍数已经差不多到了40倍 非常的夸张 然后他的整个交易量呢 也在OpenSea的排行榜前面 有一阵子到达了前2前3 然后现在停下了前5 那到了录影今天呢 虽然说他跌回了6点多块的地板价 之后呢他会再涨还是再跌 其实我个人已经完全摸不透了 那至于如果你问我 会不会在现在6块的时候再买进 我自己是保持观望的态度 或许他跌回3块啊 或是4块的时候我可能会再买进 但是现在6块7块的时候 我个人是决定不再买进 还好我自己手上 有这个一个糖装的Fenta Bear 那我当时以0.935 也就是1块的价格买进 现在卖出去的话 应该是10块左右 因为他的特征相对的比较稀有 所以说我也是有赚到了这个 10倍的一个成长 我心里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是我使不得卖掉啊 我就只有一只 那讲完Fenta Bear之后呢 我们来讲变异猴 MAYC呢在之前无聊猴 成为世界第一名的时候 他迎接了他的第一次爆冲 从7块或8块左右 一路冲到了12块 那后来其实有稍微做修正 到了10点多块 那时其实我就有在考虑要不要买进了 想说10点多块 嗯 因为原本涨到12嘛 那我自己是对他其实相对有信心的 我觉得10点多块之后地板应该会往上涨 但是呢我就想说 说不定他会再跌一点点 或是我可以晚一点再买 因为我不想要这么快 把10块以太币就压进去 因为不知道等多久 没想到没过多久 阿姆就买了无聊猴 然后阿姆的效应 当然在MAYC上面也发酵 然后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因为只要BAYC涨 MAYC通常会跟着一起涨 所以我就错过了赚地板的那次机会 自从阿姆效应发酵之后呢 MAYC的地板价一路冲到了16块 那到录影为止 今天呢 他有稍微回归修正一点点 停在了14块 但相对于一个月之前的地板价 14块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MAYC 应该就差不多停在12到14 不会再回到10块以下了 当初10块以下没有买 真的是觉得很可惜 但是也是在这次的爆充呢 我决定下手买了MAYC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必须入手 因为之后 我很看好BAYC会一直往上成长 那么我觉得其实玩地板的部分 我一点抓不准 有时候它会涨 有时候它会跌 所以我决定放弃买地板的变异喉 我打算直接买排名稍微比较靠前面 然后它的一些特征 比较稀有的变异喉 所以我在地板价差不多14-15块 接近16块的时候 我花了33块 买下了 画面上你们看到了这支变异喉 那么这支变异喉有什么特征呢 这支变异喉最大最吸引人的特征 其实是M2的DMT皮肤 它这个充满眼睛然后有一点像是宇宙感觉的皮肤 我自己个人在所有的这个变异喉的特征当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M2DMT 其实在原本一般的无聊喉上 这个DMT皮肤我看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就觉得很多眼睛 但是经过了M2的药剂的变化之后 加上了一些宇宙的元素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所以从我决定要下手买变异喉之后 我一直关注的都是这个M2DMT的这个特征 那除了M2DMT的特征之外 它还带了一个BAYC的帽子 然后加上它叼的这个Kazoo在它的嘴巴上 然后加上这件燃烧的这个格纹的衬衫 所有的整体加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我自己是很满意买到这只变异喉 而且它的这个眼睛是惊讶的眼睛 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变异喉的眼睛 这个惊讶的眼睛经过M2药剂变化之后呢 还不会那么恐怖 不然有很多这个变异喉的眼睛 真的是超级恐怖的 只看到可能半夜起来会吓到的 但我觉得我这次还是相对的蛮可爱的 所以我就花了33块 其实真的算是重金买下了它 因为我很相信以后变异喉的地板 可能会来到25或30块 那到时候这一只33块入手的编译喉 就会是相对的便宜 到时候可能就可以卖到六七十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投资 那顺带一提 其实现在M2的药剂也非常贵了 我记得上次看要25块以上 所以说如果要买一只猴子 再加上25块的药剂 才可以得到我手上的这只猴子的话 我觉得33块也是相对的合理一点 你们说是不是 好啦反正就是买了总是会 想要找各种理由去合理化它 那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如果有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去买个变异猴 因为随着猴子一路往上涨 我觉得变异猴也会相对的有一些影响 跟成长的空间 再来呢要讲的是1月9号 陈灵九所发行的YoloCat 那这个YoloCat它发行了999支 它在一分钟内就完售了 而且地板价来到了8点多块 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哇 陈灵九跟周杰伦真的好厉害哦 台湾近期发售的这两个NFT 出来的成绩效果都非常的好 那陈灵九这一个只有999支 相对的是非常少的 不像无聊猴有1万支 变异猴有2万支 999支真的相当的限量 所以相对地板价也会是比较高的 那最后一个我想要提到的是 Prime Ape Planet PAP 如果大家去OpenSea的排行榜 可以看到 这一个Project 其实它的交易量是非常大的 之前都在前三名 然后今天有在前五名前六名的位置 那么这个Prime Ape Planet 它其实也是以猩猩为主题 去做的一个3D的猩猩 但是它跟无聊猴或是变异猴 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比较拟真 它真的很像一个猴子 我把我之前拥有的这个PAP 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它不但是3D的 而且它的毛发 细节衣服等等的 都是做得非常的精细 栩栩如生 那这个盲盒 我当初是以1.3以太币 去买下来的 那我很幸运的 抽到了一只600多名的猴子 它总共有1万只 我觉得600多名 算是蛮前面的 那这只猴子呢 它比较特别的一些特征 像是它这个以太币的眼罩 然后金色的帽子 然后加上这个富力弹簧的 这个高领的衣服 都是一些它比较特殊的特征 其实因为它真的有点太拟真了 我个人并没有那么的喜欢 我就决定把它卖出 那我在大概地板价1.5块的时候 我挂了3块钱 没想到只过了大概10分钟 15分钟就卖掉了 那算是秒售 然后秒售之后呢 我就开始后悔 我自己是不是把它挂太低了 那后来在我卖掉它之后 它的地板价其实有稳稳的上涨 它不是像FentaBear或是成灵9的YOLO CAT这样一路暴涨 它是慢慢很稳定的 可能0.1块0.1块慢慢涨 那到了今天呢 也已经涨到了2.44块的地板价 所以事实证明我卖的有点早 也卖的有点快 但是我觉得有赚就好了 那它的交易量 刚刚我讲的也不小 在这个OpenSea的排行榜上面 是位居前面的位置的 所以表示它有一定的热度存在 也解释了为什么我的这只猴子卖的这么快 但是呢我有发现一点事情 是它在网路上 像推特或是IG上 它讨论度并没有这么高 然后也没有这么多人把它换成大头帖的头像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关注可以注意的一个点 如果你想要投资的话 其实各方面的资讯都非常的重要 它一定是有一定的热度水交易量高 但是没有这么多人讨论 你就要去心里做一个平衡 它会不会再继续往上涨 或是它可以涨多久 这都是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部分 好了 那么这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结束了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 还有什么NFT的事情 是你们好奇的 你们想知道的 还有对于我上述分享的一些资讯 你们有什么看法 那谢谢你们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小朋友 爱我 爱你 爱我 爱你 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